它也是叫做情杏 我觉得就是因为够热爱才会够延伸 对 那是我 这也是我快乐的理由 因为我很喜欢吃种子 所以那个 Happy Dumpy的由来是从Dumpling 创感谈炒好谈 不要怀疑这不是一档美食节目 只是我们桌上的这些物品 看起来很好吃罢了 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 会用到的一些生活用品 它只是以食物的造型把它制作出来而已 而制造这些作品出来的朋友 他年仅才二十多岁 他就制造了这个品牌叫做Happy Dumpy 那这位换饭人就是在我身旁的这一位 就是Jaslyn Oi 会有这个想法制作出这些作品 因为我知道你本身是一个设计师嘛 对对 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而且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食物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食物文化 可是好像我们身为马来西亚 我们很喜欢我们的食物 但我们并不知道它们背后的故事 然后我就想了一个方案 就是把这些文化故事 带进入我们的生活用品 比如包包 比如香皂 比如各式各样的钱包 领品 今天也带出了马来西亚食物文化的故事 比如鬼咖啡 人家很多很多马来西亚 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很喜欢是鬼咖啡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然后我只能以有趣的方式传达呢 然后我就把她的文化故事现代化 因为以前 Payana Khan 的女孩 她们就不能见她们的爱人 是 在一个同一地区 对 她们就 制作出了这个鬼咖啡 为了传达她们的爱意 直接送给那个人吗 还是有什么含义 哦 她们就间接做了这个鬼咖啡 然后她们会把她们的 love note 她们的讯息 她们所要表达的讯息 给她们的爱人 就放进去她们 Between她们的 pose 这个 pose 里面 然后就捧了一盘的鬼咖啡 然后她们的 maiden 会帮她们以鬼咖啡的方式 来传达她们的爱意 我就把它做成一个钱包袋 然后中间夹着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情信 或者 Messages 放进去里面 然后传达给我们的亲戚朋友 她 也是叫做情信 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这个故事真的很烂 因为在平时我们 看到鬼咖啡是在什么 Chinese New Year 新年的时候而已 就是没有想到 她其实原来在 Nunia早期时期 她们用来传达情信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这个平常我们看到是 Draw the Dungeon 变成这个鬼咖啡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扇子形状 其实很多 现在我相信 应该十个人里面 一定十个人都回答不出为什么 鬼咖啡是这样的一个扇子的形状 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塞那一个纸条 或者是性情信给她们的爱人 所以这个鬼咖啡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Love Letter 它其实不仅仅是鬼咖啡 其实你们现在在我们这个桌上看到的 每一个食物 每一个作品呢 其实里面也含映了 就是我们思韵想要表达的故事的背景 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做那些很有趣的东西 就很 就我个人是很喜欢创业的东西 我每天都会想 层出不穷的方案 还有creativity 创业的方式 怎样用创业来解决问题 好像环保意识啊 好像 Road Safety 怎样用创业来改变社会 来改变世界 这些是我很喜欢 而且很热衷的东西 因为你做这些作品 你也是有自己成立一个品牌叫做 Happy Dumpy 对 Happy Dumpy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的由来 然后你创作这个作品 第一个以美食为题材的是什么美食啊 其实Dumpy 是从Dumpling Rice Dumpling 就是巴掌 巴掌 因为我很喜欢吃种子 就巴掌咯 而且各种各样味道的巴掌我都喜欢吃 所以那个Happy Dumpy的由来是从Dumpling 所以呢 我想把它做成好像人家比较容易记得 比较有亚运啊 我就直接放Happy Dumpy 所以你刚才讲就是你设计第一个 以食物为题材的作品是粽子 所以你 是粽子 所以跟这个就是 这个里面挂的都是粽子来的 各种各类的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口味 我最喜欢的是娘惹 你喜欢娘惹 娘惹的粽子 因为你看你有潮州的 你有福建的 你有Cantonese的 各种各样 它们都有自己的故事 然后美 然后 这些是Bamboo leaf 就我们可以选我们喜欢的口味 然后直接放进去 配在一起 然后也有那种 可以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我们的粽子 它的感觉 它的感觉 全部可以拿出来 然后也可以 包进去 再包进去里面 好像我们摊开我们的粽子 对 这样子 所以 就有一个惊喜在里面 而且它不是只是为了白美 或者是为了创意而做的 因为它拿出来也是一个小袋子 它里面的馅料也是一个袋子来的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结合了很多创意 创意跟使用的元素 对 对 我们每次讲手作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条路 对 就是你了解到这些全部我们看到的 都是你亲自自己手作的 应该会有人跟你讲说 其实手作很难 然后我们每次要去外面摆摊 也赚不了多少钱罢了 我没有把钱的定义放在里面 可是 越做越大的时候 我间接发觉到如果我们热衷于一个东西 我们要真诚地对待它 其他东西都会自然来的 哦 就别人也会看到你的用心 然后也会开始支持你 对 而且这些是 without expectation 是 然后 很多品牌也看上了我的作品跟创意 然后他们就有跟我合作 然后 越来越多商家也有跟我合作 越来 就很多人很喜欢 所以我们也知道你要传达的是一些我们本地美食的一些背后故事的讯息啦 但是有很多种不同的传达方法的嘛 为什么你会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传达呢 哦 我有想到 因为如果是 因为通常人家讲 不如你出书啦 然后 其实我是有设计了一套书 嗯 然后我 本身也有 去那些 啊 那些啊 去采访那些啊 嗯 因为我要知道他们当地习俗的 嗯 饮食习惯 他们 他们的生活习惯那些 可是我 假如我是 出一本书 然后我 我是有illustrate的啦 我是有画出来他们的 啊 背后的故事 他们讲把它现代化 可是我最想 以年轻人的角度 来想的话 现在年轻人 不大要碰书 对 你想一下 我问一下你自己啦 一年你看多少本书 哈哈 对不对 对 除了我们 比如像我们读书 或者是 小时候妈妈买一些 然后童话故事书 基本上我们应该是 长大了都不怎么看书 连看报纸都没有那个机会了 看书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讲到 不如把他们 融入我们的生活里 把他们 转化成用品 食物啊 文化啊 习惯都不同 然后可是 就是因为这边 这样的不同 现在我们有很多都融合了 都综合了 变成一个独有的文化 对 成为真正的马来西亚的食物 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 那今天呢 我们除了介绍 然后是因为她 为什么会做 Happy Ducky的一个想法 跟她对于 手做 这些 Locker美食 的生活用品的一些 想法之外呢 其实她也是我们这一届 Teldex Badaline Shred 分享者之一 而且呢 她是透过 今年Teldex 有一个 算是 Open Mind的 入选方式 就是30岁以下 可以自己自建 然后 就是报名 然后他们之后 这头选 你就是其中一位 被选出来的 分享者 当初 为什么你会想要去 参加这个 小小的比赛 这样子 然后我是 一个很喜欢 真的是很热 中于ideas的人 我每天都会想idea的人 嗯 而且我会连接 从A到B B到C 怎样把他ABC 宣布 把构造出来 来解决一个方案 我 这是我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10月22号 我会分享 我这些设计产品 和美食 文化故事 也会分享我 如何以有趣的方式 设计了一套游戏 然后以小孩子的角度 和思想 来提倡环保仪式 嗯 其实接下来在Teldex那边的 你会紧张吗 有一点紧张 我相信 思韵也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10月22号 当天 可以 买票入场 支持一下我们的分享者 那今天也谢谢思韵 给我们介绍这么多 还有我们也了解到很多 本地的美食文化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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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一档轻松反弹的节目 超反弹,好好谈 为大家收容时下最新,最奇特,最潮的人事物 你是那个乘客 你们不要怕,我们可以的 马上按赞并关注我们 让你得到第一手消息,一点也不傲